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位中山籍华裔女歌手 同樣以音樂贏得掌聲與尊重 成為巴拿馬家餘戶曉的明星 No, No, Gracias Ah, Si, Si 她說,我聽不懂歌,以為想跟我媽唱 她說恭喜你獎得我的車 她怎麼知道 因為她認識我Branda 那個節目是巴拿馬的人每個人都認識的 劉毅山,巴拿馬2010年歌唱萬歲全國大賽冠軍得主 歌唱萬歲是巴拿馬最高級別的歌唱比賽 也是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節目之一 在這個比賽之中勝出 令劉毅山迅速成名 是,我非常喜歡歌唱的歌唱 是,我非常喜歡歌唱的歌唱 我們很羨慕我們的兄弟 把我們帶給Brenda 開派對 唱歌 跳舞 巴拿馬人的生活總是充滿娛樂 而在巴拿馬生活的華人 融入當地娛樂圈子的就不多 他們更喜歡在華人社區當中 自娛自樂 這間位於巴拿馬城 由廣東中山直華人開辦的龍鳳酒樓 是巴拿馬華人 文化娛樂的一個重要陣地 這裡舉辦的華人卡拉OK大賽 也是當地華人的一件文化盛禮 劉毅山的演唱生涯 也是由這間酒樓開始 從小到大都在那裡唱 龍鳳很多年了 我未出生已經開了 龍鳳 老闆看著我大 劉毅山在巴拿馬長大 受的是西班牙文教育 但她喜歡唱中文歌 尤其喜歡香港流行曲 我三歲的時候 馬來帶我回香港的時候 電視台有很多節目唱歌 跟她唱歌 她有一首歌叫做 我無心睡眠 我無心睡眠 剛才我們回香港的時候 張國榮在唱那首歌 我昨天說 我看一次就學熟了那首歌 然後唱給她們聽 她小時候就很喜歡 古靈精怪 王妃你知道吧 很多扮相 她就自己做衣服 自己做飾物 小時候就扮王妃 我記得我剪了媽媽的枕頭袋 然後黏棉花 然後整個奏 學習王妃 我記得 那時候的夢想是 希望將來大後 好像王妃這樣 可以唱歌 因為我很喜歡那首歌 到了中學 劉毅山已經是 巴拿馬華人圈子中 公認的K歌之王 她的歌聲夢 也隨之開始聞發 她不再滿足於業餘的演唱水平 但是由於 當時巴拿馬的音樂教育相對落後 她只能夠把球學的目光 放到了國外 由此 開始了一段瘋狂的出國球學計劃 因為她上網 上網有一個朋友 就跟她聊天 可能知道我唱歌 都是說唱歌 音樂那回事 可能要她去那邊 大家切磋 但是很小 我知不知道 16歲 她還不夠 她也不告訴我 她臨走 寫了一張小紙 放在床上 自己買機票走了 我也不知道 回想起來 為什麼會這麼瘋狂 自己有一個夢想 為什麼會這麼瘋狂呢 其實 也很好笑 但是 我自己儲錢買了機票 買了一張機票 然後去英國 但是原來不知道 巴拿馬去英國要簽證 那時候有16歲 17歲 也 ANK你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艺山的头脑开始降温 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课学习上 以优秀的成绩考上大学 并选择了海关专业 为的是早点毕业去赚钱养家 而将歌声梦摆到了一边 不过俗话说 食边行饭是命中注定的 刘艺山内心深处对歌唱的痴迷 总是化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将它拉回到音乐这条道路上 就读了半年 读了半年 他自己觉得没有兴趣 他始终都喜欢唱歌 然后读完半年之后 他知道刚刚那个时候 巴兰马有音乐的课程 是比较有些教授 有些比较好的老师来 是在英国和美国那边请回来的 他快就转了 转了课程转去音乐 在大学就读音乐专业期间 刘艺山和同学一起组成乐队 参加社会上各种演出 一时斩路头角 刘艺山同时 还参加了各种歌唱大赛 以此来锻炼和证明自己 2007年 参加第三届歌唱万岁全国歌唱大赛 是刘艺山来全国冠军最接近的一次 当时他从初赛到总决赛 每场都发挥出色 赢得了评判和观众的一致赞赏 不过最终 还是烟眉弱之差 屈居牙军 全国的民众 和我们的中国人都认为 我的女儿唱得比较好的 就是那个男歌手 但是没办法 他投票 他的电话投票 他比你多了一大半倍 那你没得谈 因为他是偶像派歌手比赛 这场比赛之后 刘艺山看到了自己不足的同事 也看到了自己可以登上巅峰的潜力 你的歌唱业务 不是 DEPEND 歌唱比赛第一或第二名 会影响你的职业 你的职业 你的职业是参加完比赛之后 你的奋斗 你的努力 不关于歌唱比赛 而是关于你自己的事 在随后的几年 他没有再参与比赛 潜心专研获理知识 并且学习唱歌技巧 2010年 在家人的支持之下 刘艺山决定再次报名参加歌唱万岁比赛 这次比赛的参赛人数 刘艺山决定再次参加比赛 当地的媒体非常关注 将他看成是夺冠的大热门 因为比赛要历时三个月 他妈妈也为此辞去工作 专门照顾刘艺山的日常喜居 并到现场打气 医生说他要休息了 要停下了 曾经发炎 唱到他喉咙 所以我也停下了工作来帮他 唐人也希望我女儿能够自己努力 能够今次赢冠军 为了我们中国人增光 在报纸上经常卖 说山山你加油 你要跟我们中国人争气 争光 天时地利人和 加上众望所归的实力 刘艺山在历时三个月的大赛中 一直过关斬仗 最终笑到了最后 终于登上了全国歌唱大赛的顶峰 刘艺山在获得冠军后 身价大增 经常受邀到各种场合演唱 成为了大红人 不过在成名之后 他为人处事低调随和 而且饮碎思源 对华人社团举办的活动 他也有求必应 当地社区举办的演出 他也热心参与 一个人的光荣 不是因为自己的努力 是很多人背后帮你的 你不会说 全部都是我自己得到的 不会 因为如果你想想想自己 人们不允许给你唱歌 你自己怎会有光荣 巴拿马国内 没有大型的唱片公司 也不具备发行唱片的市场 专业歌手 都是通过现场演出这种方式来生存 劉毅山現在也是到處去演唱 由於沒有演出經紀人 他要為演出東拉西跑 暫時是我自己接自己山的 決定自己搞定 但我也有想過 我想明年我會有經理人 要看看 因為你自己賺的錢 如果你不夠給經理人 就算要經理人也沒用 你也賺不到多少錢 在未成名的時候 劉毅山一邊做各種兼職 一邊唱歌賺錢 以幫補家用 成名之後 他的演唱收入 有了很大的改觀 算是初步實現了 自己在經濟上的願望 不過劉毅山並不滿足現狀 他正在錄製自己的第一首單曲 希望又屬於自己的音樂作品 劉毅山希望有一天 能夠實現自己少年時的終極夢想 能夠實現自己少年時的終極夢想 我的夢想是可以和王妃合唱 好 哇 如果到那天 我想我都可以死得眼閉 從一位熱愛唱歌的小女孩開始 劉毅山一路季季不倦地追求心中的理想 面對挫折堅忍不拔 當之無愧 成為巴拿馬的歌場神聖 作詞 作曲 作曲 編挽互 作詞 作曲 編挽互 作詞 作曲 編挽互